hello大家好 我是王滕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拆机视频 要拆的机器就是我们在下周二 马上就要发布的 Redmi K30 Pro 我们已经拿风枪把后盖给打开了 我们的后盖后面可以看到大面积的石油片 还有在关键的地方有泡棉做支撑 我们看一下手机里面的内部的布局 我们取一下主板上面保护包的螺丝 大家可以看到摄像头加上弹出 占到了整个面积可能有大概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所以留给器件去布局的这样一个面积 其实是非常少的 然后我们准备把主板给取下来 我们摄像头有两颗是支持光学防抖的 大家可以看到支持光学防抖的可以动 6400万的主摄和单倍的光学变焦 支持双OS光学防抖的 现在基本上只有市面上的旗舰手机才有 拿400度的热风枪 专门把后面的屏蔽罩和三层的主板 都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它是一个三层的架构 中间这是一块条街的板 在最上面主要是一些RF的器件 这一颗是我们的主芯片 主芯片上面HOP封装的是LPDDR5的内存 它的边上是UFS3.1的这样一个闪存芯片 在这个上面大家可以看到还有一颗稍微大一点的 这是X55的这样一个Model 我们上方现在主要是我们整个弹出相机模组这块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布进马达 然后这边我们是专门做了一个保护的弹簧 在这个下方就是弹出的摄像头 大家看我们刚才把小板部分的盖板拆下来 这是一个1216的超线性的speaker 所以它整个的声音响度非常的高 OK 我们把小板部分全部拿掉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圆形的 就是我们的线性马达 这次我们采用的是一个1040的Z轴的线性马达 哒哒哒的感觉特别棒 好 拿下电池之后 基本上后盖我们已经全部拆完了 现在我们已经把屏幕打开了 那在K30 Pro上面 我们这个指纹识别采用的是 最新一代的超薄的指纹识别 可以看到这是一大片的石膜片 哇 这好大一块 这整个一大块就是最新的VC的这个散热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VC的面积非常的大 有多大呢 这个3400多平方毫米 那VC的这个散热技术 比铜管是一个质的升级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铜管是一个单向的导热 而VC是一个立体的散热 OK 大家 摆在我前面的呢 就是我们 拆完的这个K30 Pro的所有的零配件 通过我的这个快速的拆解啊 可以看到我们 整个K30 Pro的用料 还是非常的扎实 整个的设计 设计呢也是非常的精致 欢迎大家到3月24号下周二 这个我们的发布会上看如种呢 具体的讲解 好 今天我们的拆解呢就到这 谢谢大家 啊 啊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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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